青肘丝带仿佛飞沙 舞者四肢身躯都摆出S曲线 是敦煌舞的一大特色 还原墨高窟内飞天神仙 实际到墨高窟 游客也精心扮成西域公主 在敦煌石窟前拍美照 我们是提前一个多礼拜 就进行预定了 因为很多人这两天想订是订不到的 墨高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有1900年历史 为了保护壁画 采取预约制游客限流 每天可容纳6000人 最大上限1.8万人 7、8月份的时候是暑期忘记 孩子会比较多 家长肯定随着孩子来的也会多 这样能分散人流量 是不是对大家来说更公平一些 另外进来之后 是不可以对东窟内进行拍照跟录影的 就避免一切人为可能的因素破坏 不过现在天然的灾害影响 可能威胁也很大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市井 气候变迁 让原本干燥的戈壁滩 自2000年以来 强降与次数变多 可能让敦煌壁画部分坍塌 对此敦煌研究院表示 每个石窟中有传感器 监测温度 湿度 空气品质 一旦想起警报就灌洞窟 如果石度在敦煌这边超过62% 那壁滑就会坏了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控制 让这个洞窟内的石度 不能让它增长起来 比如说这个下大雨的时候 我们就不开放了 现在当这个气候变迁停不住 因此呢 敦煌艺术展开了数位建党 从跟时间赛跑 要永续保存这些千年文物 以上TVBS朱光虹陈永文 在甘肃敦煌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